現今世代,最常見的消閒娛樂方式是甚麼? 當然是打電動啦! 究竟你知不知道歷史上哪款電子遊戲最暢銷呢? 呃... 好了,我們今次來做個排行 和大家看看歷年來哪款電子遊戲最暢銷 Brandon 的秘密檔案 新的名字,新的開始 第十名,迫血狂殺 2 總共手出 4,600 萬套 迫血狂殺 2 已有譯作荒野代表核救屬2 在一部修正主義西部片風格的動作冒險遊戲 此遊戲由ROGSTAR GAMING製作和發行 2018年10月26日,UPLAYSELFORD XBOX ONE 平台發布 遊戲劇情設定於1999年虛構的美國西部、中西部和南部 玩家版一名土匪幫派范德林邦的成員阿瑟摩根 阿瑟必須面對美國舊西部時代慢慢終結的現實 並在政府力量和其他幫派的挑戰下努力生存 遊戲可以在第一人稱為第三人稱視角遊玩 玩家可以自由探索開放世界並與其互動 遊戲內容包括槍戰、狩獵、騎馬、非玩家、角色、任務等 BREAKER狂殺 2 在發售前廣售宣傳來期待 所以發售後除了打破多項業價紀錄 在發售的三個周門 BREAKER狂殺 2 即售出超過2500萬套 截至2023年該載數量已超過4600萬套 排名第十 第九名 寵物小精靈 紅綠 總數量達到4752萬套 寵物小精靈 紅綠 是由Gamepeak開發 任天圖發紅的Gameboy角色版遊戲 是寵物小精靈系列的開山之作 遊戲在1996年2月27日於日本發售 玩家遊戲之中以第三人稱視角操控主角 由於這個名叫關都的虛構世界 四次進行寵物小精靈對戰並成為小精靈掌門人 不同遊戲版本可以透過遊戲連接線來通訊 並讓寵物小精靈進行交換或對戰 兩個版本互相獨立 有著完全相同的情節 雖然各版本可以獨立遊玩 但玩家仍必須透過與不同版本連接 來完成搜集150種寵物小精靈的遊戲目標 寵物小精靈 紅綠 受到廣泛的讚賞 遊戲在全世界銷量高達千萬份 排名第九 第八名 鬥陣特攻 銷量達到5千萬套 鬥陣特攻 以他亦作手網先鋒 在一款由暴雪娛樂開發並發言的 多人第一人稱刺激遊戲 玩家可以分成兩隊 每隊一至六人 玩家在從幾個預定的英雄人物之中選擇想遊玩的角色 每個英雄有自己獨特的屬性和技能 這些英雄分為三類 攻擊型 欲吞而代輔助型 典員要合力保護並捍衛地圖上的控制點 或是有限時間後互相再去到指定地點 遊戲一驚推出 便在全球形成旋風 截至2022年 中國首出五萬套 排名第八 第七名 馬利歐賽車白 鬥陣特攻 輸達到5千687萬套 馬利歐賽車白 亦有譯作馬利歐卡丁車白 在飛遊任天堂情報開發本部開發 並在任天堂VU平台上發售競速遊戲 本遊戲為馬利歐賽車白 第八作 特色可以透過角色角量的道具 幫助自己和陷害對手 更可以在陸海空 甚至是靈場裡的環境下競賽 如此具賽義的玩法 自然帶來好銷量 總共走出五千687萬套 排名第七 第六名 超級馬利歐兄弟 銷量達到五千687萬套 超級馬利歐兄弟 而又譯作超級馬利歐兄弟 是任天堂於1985年發售的橫版過關遊戲 是電子遊戲領域的代表作之一 它在遊玩模式配合和異地設計風格舉世文明 在遊戲《超級馬利歐兄弟》中 玩家控制馬利歐在富巴手上設發營狗碧奇公主 紅白機版本的《超級馬利歐兄弟》 五千687萬套 排名第六 第五名 絕地求生 銷量達到七千五百萬套 絕地求生 簡稱PUBG 在富有韓國電子遊戲開發生鬼掌團旗下的PUBG工作室 所開發並發行的多人制大屠殺遊戲 於2017年12月21日發行正式版本 一上市便造成空洞 一舉定了它在大屠殺遊戲的王者地位 並形成當時的吃雞大流行 直到2020年 開遊戲機首出七千萬套 排名第五 第四名 Vsport 銷量達到八千二百九百萬套 Vsport 屬於V系列的首作 以及Ted Channel 會上系列的第一作 遊戲於2006年11月19日 入於北美地供除了V遊戲的先行發售 並除了一個月內在日本、澳大利亞和歐洲發行 遊戲包含了五種運動模擬遊戲 最後為了向新玩家指示V遊戲的動作感應功能 運動項目包括網球、棒球、保齡球、高爾夫球的拳擊 玩家可以透過V手掣 做出與真實生活中運動類似的動作 例如揮動網球拍、雕集、保齡球等 每種運動遊戲的規則都經過簡法 令到剛接觸的玩家容易上手 作為與V群榜的遊戲 銷量自然不錯 總共手出八千二百九十萬套 排名第四 第三名俄羅斯方法 銷量達到一億套 俄羅斯方法是由EA Mobile開發 並由EA發行的益子電子遊戲 適用於iOS、Android、Blueberry OS PlayStation 3、PlayStation Portable 到Windows Phone 該遊戲與其他俄羅斯方法遊戲 具備相同的遊戲玩法並且帶有新的配合 去到2010年 該遊戲的付費下載量達到一億次 成為有史以來最搶銷的付費手機遊戲 排名第三 第二名俄羅斯方法 第一系列中的第七個主要作品 單人遊戲故事設定在伊南加州為基礎 在諾城都 講述了三位主角 退休一個人來場叫法麥可 街頭幫派分之庫拉克林 和毒犯和槍手吹佛之間的故事 到鳥車15在西亞洲獲得極大成功 上之後24小時內 就創下突破遊戲要價紀錄的八億美元銷售額 三小時內總銷售額達到十億美元 實話歷史上銷售最快的娛樂性產品 到目前已首出一億七千萬套 排名第二 第一名 Minecraft 總共首出兩億三千八百萬套 Minecraft 亦都被稱為《我的世界》 是微軟旗下Mojo Studio開發的沙盒遊戲 遊戲之中 玩家可以在各3D世界中同方快進行互動 遊戲中的特色功能包括探索世界採集資源合成物和生存武險等 Minecraft 獲得業界的一致好評 贏得眾多獎項和榮譽 遊戲的爭博版 依然強大的第三方拓展無阻而文明 至其可以為遊戲添加各種新的物件、角色和功能 截至2022年 Minecraft 總共有截至2.300億銷量和1.5億活躍用戶 打破俄羅斯方法的紀錄 給亦都成為有息以來最上消的電子遊戲 不知道你有沒有注意到這些細節呢? 就是排名頭十名的遊戲 有四款都是任天堂開發的 如此由筆的紀錄 我們都只可以說任天堂天下第一 做出整個版本 的紀錄 封面 李山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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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